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哎呦喂 各位宝贝儿们 咱家芒果台这回可真是玩了一把大的啊 快乐老友G2简直就是从地狱直通天堂 给大家整了个眼前一亮 还记得第一季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啊 网友们都快把键盘敲冒烟儿了 这剪辑是小学生做的吗 工作人员是来抢劲的吧 这KPI会议开得我尴尬症都犯了 一时间 芒果台简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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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芒果台这次可是用实力证明了什么叫浴火重生 首先 他们来了各大换血 请来了大侦探的后期团队 这招儿简直绝了 新团队一上任 节目质量蹭蹭往上涨 剪辑流畅地跟喝了润滑油似的 特效也是恰到好处 网友们直呼 这才是我的菜啊 其次 节目组在内容上可是下足了功夫 他们充分发挥了0713男团的音乐特长 把音乐元素玩出了花儿 张信哲 黄品源这样的音乐大佬一来 整个节目瞬间高大上 还有那个让苏醒喜提新车的环节 我笑得肚子都疼了 一辆需要人力驱动的跑车 这创意简直是鬼才附体啊 苏醒的表情从期待到猛逼再到无奈 堪称表情包制造机 这种又搞笑又暖心的设计 简直让观众们笑得合不拢嘴 说到音乐 快乐老友记二可是下了血本啊 整整四个多小时的节目 纯音乐时长就超过了一个小时 这在芒果台的节目里可是头一遭啊 那场户外烧烤音乐会简直绝了 王正亮弹着吉他 大家轮流献唱 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听得连陈楚生都哭成了泪人 这种真情实感的音乐交流 简直让人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游戏环节也是一绝 节目组的脑洞简直比黑洞还大 比如说 让大家一起画龙的环节 简直笑死人不偿命 王正亮画的龙头 我敢说绝对能入选当代艺术展 太前卫了 还有那个人力跑车的游戏 又锻炼身体 又增进感情 还能让观众笑得直抽抽 这种又有趣又有意义的游戏设计 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 所以说 芒果台这次究竟做对了什么 第一 他们学会了倾听 面对第一季的吐槽 芒果台没有选择装龙作哑 而是认真分析问题所在 并做出了相应的改进 这种态度 给他们点个大大的赞 第二 他们敢于创新 无论是在音乐元素的运用上 还是在游戏设计上 快乐狼友G2 都展现了超强的创新能力 这种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 让节目保持了持续的吸引力 第三 他们找到了平衡点 既保留了0713男团的特色 又加入了新的元素 让节目既有亲切感 又不失新鲜感 这种平衡的把握 才是节目成功的关键 但是 别骄傲哦 观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 希望你们能继续保持这种态度 给我们带来更多优质的节目 我想对所有综艺制作人说 用心做节目 观众都是能感受到的 只有真正尊重观众 倾听观众的声音 才能做出让观众爱不释手的节目 太好看了 直接被印控拉小时 在节目中可以看到情感的流淌 很感动 芒果TV自制综艺快乐狼友G2开播以来 不少观众和网友都表达了内心的感受 0713后 是快乐狼友G2的内核和不变的主题 它致力于用更真实的生活 更亲密的朋友 更有趣的互动带来更好的观众体验 在后米之家中 每一个性格鲜明的成员 都自由地展现着自己最真实的情感表达 陈楚生的相对淡定和有原则 缩醒的沟通能力和情商 王立新的仗义热血和感性 张远的异于陷入小纠结和敏感 王正亮总是习惯顾全大局 陆虎对音乐和友情格外看重 他们在后米之家展现的默契和朋友成群的理想生活方式 让许多网友将快乐老友G2称为精神乌托邦 节目给予观众治愈和感动的独特能力 不仅带来了欢笑和共鸣 也深刻触及到人们内心深处对真挚友情和快乐生活的向往 自从节目开播以来 和同频的人做兄弟真的很幸福听0713后米团唱歌能听一天 等话题迅速成为社交媒体的热点 快乐老友G2的友情体现在成员之间 也在节目组与0713后米团中 再细节处 再成员出现的多个舞台 比如最近张远登上歌手2024的舞台 0713后米团成员集体用17年前参加比赛的编号形式为其加油打靠 同天更新的快乐老友G2第三期结尾 节目组也在屏幕上打出着我们的歌手张远今晚好好享受舞台 我们都爱你的字样 为张远加油打气 这种细腻的关怀和真挚的情感 让众多粉丝为之动容 通过这种细节 我们可以看到快乐老友G2在友情上的深刻诠释 不仅在节目内容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更通过幕后团队的用心和真诚 将这种全方位的情感表达传递给观众 这种情感的共鸣和温暖 使得快乐老友G2不仅仅是一档娱乐节目 更成为观众心中的情感寄托 全是音乐人由内而外的魅力 除了自然动人的友情 音乐也是快乐老友G2的核心表达之一 音乐元素的加入不仅提供了更多情感宣泄和表达的渠道 同时也是这档节目区别于同类型节目的创新之处 这一举措充分展现了节目组对后米团优势的深刻理解 也显示出对0713后米团需求的用心落实 在这位音乐被融入生活 被带到了火炉前 落台上 星空下 后米团们随心而唱 顺势而唱 这些演唱不仅随性 还保持了高质量 涵盖原创 改编和和声 满足了许多观众希望在音乐综艺中看到回归音乐本身的期待 可以说节目通过这种独特的融合既展现了老友生活的松弛感 又充分诠释了音乐人由内而外的魅力 无论是喜欢生活类综艺还是音乐类节目的观众 都能在这部综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食粮 同时快乐老友记2不仅仅是一个长综艺内容IP 其精神乌托邦落地青山铺 成为了适合远方的优选之一 在节目的推动下 文旅联动的效果正在显现 数据显示 快乐老友记播出后 青山铺的相关词条在多个平台实现了广泛覆盖 旅游打卡登山周边游成为热门关键词 青山铺旅游热度的上升以及周边产业的兴起 让我们见证了综艺效应正拉动着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推动和助力乡村振兴 这种现象不仅在经济层面上带来了实际收益 也深化了游客对青山铺丰富的自然景观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认知 通过参与旅游活动 观众们能够亲身体验这片地方的魅力 并从中获得心灵上的满足与启发 这正是快乐老友记二所倡导的生活美学与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